今天我们读一读论极著书 甲仪 甲仪 西汉时期的洛阳人 由于是知名的学者 人称甲生 当过长沙王太傅 故似称甲太傅 甲长沙 汉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 其正论文过情论 论极著书 治安册等 在历史上是有很高的地位 长沙因为它和屈原的影响 而被称为 屈甲之乡 甲仪在长沙的故居 也一直被保留下来 明清时更在池中 珍视屈原改为 屈甲池 至今仍是共能平掉的古迹 这是整个论极著书的成文 我们接下来 一字一句的看一看 广子就是广众说 昌灵时而自理解 昌就是粮昌 这个灵就是粮食的仓库 充实而懂得礼节 民不足而可自责 就是人民的衣食 不足不够 而可以治好国家的 自古及经 从古到经 未曾听说过 长文就是曾经听说过 未知听说过 古之人约 古诗后的人说 一夫不耕 一个男人不耕种 或受之鸡 就有人受到饥饿 一旅不值 或受之寒 一个旅人不仿之 就会有人受到寒能 生之有食 而用之玩度 生产它的时候 有时间限制 而消费它呢 却没有限度 则物力必趋 那么物质财富 定会缺乏 必趋 一定会缺乏 古之至天下 古时候至理天下 至仙至稀 这个仙就是细字 详细 这个稀呢 就是周密 要完完整整 极为细字 极为详密 故其续极足逝 因而这个积蓄 粮食的积蓄 如可依靠 是就是依靠 经背本而去末 今天呢 违背了根本 而去做末 不重要的事情 实则顺重 吃饭的人很多 是天下之大常饮 这是我们这个国家 天下的问题 大问题 因此之俗 因淫密奢侈的风气 日日已长 亦天天的增长 是天下之大贼义 这是这个国家 天下的大害 广众说 粮食充足了 百姓就懂得礼节 人民衣食不足 而把国家治好的 从古到今 没听说过 古时候的人曾说 一个男人不耕种 就有人受饥饿 一个女人不仿值 就有人受到寒冷 生产东西 有时间的限制 而消费它 就没有限度 那么社会上的财富 一定会缺乏 古时候的君主 治理天下 考虑得极周到详尽 因而国家 有足可依靠的粮食积蓄 现在不重视农业 而去从事工商业 消费的人增多 这是天下生产消费的大问题 过分奢侈的风气 一天天增长 也是天下的大害 残贼攻刑 就是强盗 公开横行 莫知获知 没有人可能去制止他 大命将防 大命 国家的命运将要轻负 莫知拯救 没有谁可以拯救 生知者甚少 生产财物的人很少 而弥知者甚多 然而消费财物的人很多 天下财产 何德不绝 那么这个国家的财富 一定就会枯竭的 怎么会不枯竭 汉之为汉 汉朝之所以建成汉朝 近40年的 仅 近40年的 公司之急 国家和个人公司 的积蓄 有可哀痛 还是要哀痛痛心的 失时不渝 错过了使令 就不会下雨 明确难顾 百姓呢 将要像狼一样 狼疑心很重的时候 他会经常回头 税恶不如 年景不好的时候呢 就不能拉税 请卖 绝止 这个请卖 就是朝廷出卖了绝位 人民呢 就来出卖了尔吕 纪文 尔吕 已经传到尔吕了 安游为天下 殿位者 弱势而尚不经者 哪有治理天下 现在已经很靠近 危险了 这个样子 然而皇上不胜经 四肢有积染 世间天底下 有荒联 也有风联 天之行也 这是大自然的现象 玉滩被质疑 大雨和山滩都经历过的 凶长的强盗 公开横行 没有谁制止 国家的命运 将要负面 没有谁挽救 从事生产的人 越来越少 儿子消费 不生产的人 越来越多 天下的财富 怎么会不枯竭 汉朝建立证券以来 将近40年了 国家和个人的积蓄 还少得使人痛心 天时不好 久情不语 老百姓就会向南 频频回头 那样害怕 年景不好 纳不了税 朝廷就出卖爵位 人民就出卖儿女 这些事儿 已经传到皇帝的耳朵里 怎能有治理天下 以危险到这种地步 而皇上不正经的 世上有荒联 有风联 是自然界的常有现象 大雨 三滩都经受过 即不幸有方 二三千里之汉 假如不幸 有方圆 两三千里 发生了干汉 国胡以相续 国家拿什么 胡以拿什么 去救急呢 突然边境有急 假如突然边境 有战争 有危急 数千百万之众 几千万的人民 国胡以溃之 国家何以发放梁想 冰汉相绳 冰灾 汉灾 相互侵袭 天下大趋 全国的财富 就会十分的缺乏 由勇者巨徒而痕迹 勇力者就是 凶悍的人 巨徒而痕迹 巨重而横行霸道 抢劫 罢夫雷老义指 而咬去骨 罢夫就是疲劳的人 就是衰老的人 义指就是交换子女 而吃他们的骨肉 政治未必通业 政策治理 就政治 政策治理 还没有完全通达各地 远方之能移者 远方就是远处的地方 能有移就是有二心的人 并举而争起义 一起行动 争相起事 争相起义 乃亥而图之 黄上于是恐慌的 亥就是恐慌 来图谋对付他们 岂将有疾乎 那还来得及吗 夫及住者 及时住存粮食 天下之大命理 这是国家的大命脉 狗属多而财有余 假如狗 假如粮食很多 而且财物还有充裕的 何为而不成 何仇办事 为何仇办事而不成功呢 倘若不幸有两三千公里的干旱 朝廷拿什么来救急呢 假如边境突然发生战事危机 成千上万的士兵 朝廷拿什么发放良想呢 战争 旱灾都来清洗 社会财富又非常缺乏 凶悍的人 聚重抢劫闹事 疲惫衰老的人 疲惫衰老的人 交换子女来吃 政治也没有完全上轨道 远的地方对朝廷有二心的人 就会一起行动起来造访 皇上这才惊恐起来 图谋对付他们 那还来得及吗 急许住存粮食 是关系国家命脉的事情 假如粮食多 而且财务充裕 何仇事情办不成功 以功则取 用以攻击就能够取胜 以守则固 用以坚守就能巩固 以战则胜 用以战斗就能胜利 怀敌复远 怀柔敌人 对敌人采取怀柔政策 使远方的人归父 何招而不治呢 怎么会招呼不来 经驱民而归之龙 如今驱使人民 让他们归回到龙根 皆读一本 都回到本来的事业上面去 使天下各施其理 使天下的人民各施其理 莫记有时之名 莫记就是工商业者 还有游手好闲者 他们这些老百姓 转而远南蒙 就是走向田间 南蒙就是田地耕种 则蓄己足而仍乐其所以 那么粮食会充足 人民就会乐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 可以为父安天下 本来就可以使天下富足安定 而直为此灵灵也 却竟然造成这种 使人害怕的情况 灵灵就是使人忧愁 使人害怕的情况 切为陛下席之 我为陛下 我为皇上 往昔啊 用以攻击敌人 就能取胜 用以坚守疆土 就能巩固 用以战斗 就能胜利 使敌对者来祥顺 使远方归顺 何仇不能招之即来 假如现在能让人民 回到农业上去 都从事农业 使天下的人民 都能够自视其劳动成果 工商业 游手好闲的人 都转而从事农业 那么粮食续集就会充足 人民就能安居乐业 本来可以做到 使天下富足安定的 却造成这种 积筑不足 叫人害怕的情况 我真要替皇上惋惜啊 论积筑书 全是汉书的识货字 书是向皇帝 调成自己 对某式的意见的一种文体 也称咒书或者咒义 汉文帝继位后 想安定人民的生活 但是当时老百姓多弃农 而从事工商业 农业生产受到影响 假如就上这篇咒书 劝文帝重视农业 提倡积筑粮食 本文先指出 公司之急 有可哀痛的现状 说明不积筑 就会临近危险 并从自然灾害和战争 两方面进一步说明 不是积筑的危害 最后说明积筑之力 可以复国安民 议论切纵实弊 梳理透彻 逻辑性强 好的 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